和牛在烤盤上烤得知識作響 中秋節快到 但疫情似乎又回溫 民眾到餐廳用餐有顧忌 但又不想自己準備食材 決定到燒肉店 買外帶煮回家自己烤 這個是牛肋煎條 以及牛小排 那這個是豬梅花 以及豬梅花心 那這個是當日的 鮮牛西腿肉 以及雞松板 那還有我們相當受歡迎的 牛五花 那是否這個中秋當期 我們推出了吉尚牛順河的 外帶燒肉組合 那肉量呢 重達了1.2公斤 吃得到牛肌豬 等十種的食材 那每份套餐呢 也都包含了這個泡菜 美生菜 以及就是燒肉醬 還有昆布鹽 讓民眾回家自己烤 還能做食材 是它的變化搭配 非常的超值 業者搶在中秋節展店 窗外就是無敵海景 買買一桌食材 有牛肉 雞肉 豬肉 一整個套餐 任憑顧客挑選 我覺得是可以考慮看看 因為其實光看它這整個 這個套餐的整個分量 還有整個肉質 我覺得其實都還是算是一個 蠻經濟實惠的一個選擇這樣子 如果不想要自己這麼的麻煩 要準備這些烤肉的器材 或者烤肉的食材的話 其實這是一個不錯的地方 我覺得以這樣的價位 有這樣的品質是還蠻不錯的 180度的海景搭配燒肉美食 自助式的吧檯飲料 中秋節還沒到 定位已經達到八成 相較去年的疫情前後 今年業績大幅上漲 預估今年的內用 渴望突破九成 外帶預估也會再成長二到三成 疫情的虛緩下 目前我們這個定位的狀況 大概來到了八成左右 那預計中秋檔期會超過九成 那同時在外帶的部分 也預計會同步的成長兩到三成 隨著疫苗覆蓋率變高 民眾恢復正常生活 但疫情稍微回溫 業者不敢大意 推出中秋外帶套餐 延長用餐時段到凌晨四點 就是要拚翻桌率 全力搶攻 燒入市場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